婴儿哗哗大哭无法忍受皮肤病痛 M痘EB型变异株来势汹汹 常年战乱的港果东部成了最大受灾区 当地医疗匮乏伤心的母亲只好求助传统草药 每天用树叶给孩子擦洗 只希望可以舒缓病痛 疫情在港果大蔓延 从去年1月爆发已经造成约2.7万人染病 1100多人死亡 还扩散到卢安达肯亚等东非邻居 上周世卫组织就对此发布最高级别警示 但病毒早已溜出非洲 北欧的瑞典就证实第一起非洲以外变异住病例 另外南美的阿根廷20号也因为货报 船员疑似赶上M痘 隔离一艘来自巴西的货船 直到检验出炉才可能放行 全球人心惶惶世卫官员赶紧出面 强调M痘可防可控 不用搞封城防疫 世卫目前正和药厂讨论 扩大生产M痘疫苗 非洲最高卫生机构则宣布 疫苗将在下周末送到 近日就会施打 明星文林浩博综合报道